新的一周我们会有《战力战力战力》以及《新城新城新城》 没错,本周内即将开跑的丰收节活动除了有新登场宝可梦 也外依带来不少必入所的主流战力和给予额外新城的宝可梦 周二的聚焦时刻更是缺新城的训练师开启新衣碎片农新城的最佳新爆时刻 另外,周末时的10月搬运小将社群日 乃是助修建老将入所限定特殊招式 狂舞挥打来提高战力或扩充其使用性的好日子 除此之外,近期收获的全新隐藏城市码资讯 再度更新了部分主队游玩竞赛功能的模组 而网上已再度出现新一波关于万圣节、时装周、晚宁节以及11月 社群日限定招式等的外泄情报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JChannel,我是足之 终上所述,无论是新一周的各种变动重点 又或是近期收获的隐藏城市码、外泄情报等资讯 在经过整理后将于接下来的影片中逐一分享 顺序方面主要划分为五大部分来细说 第一部分有本周囊括的对战联盟特殊材私资讯 第二部分为传说以及超级团战头目的更替情况 第三部分是聚焦时可以团战约会的特色详情 然后第四部分则有进行中或即将开跑的活动特色与重点 最后第五部分才有新收获的隐藏城市码以及外泄情报亮点等做收尾 喜欢稍后的内容别忘了帮忙订阅按赞和分享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 GoGo 先聊聊第一部分 关于本周囊括的对战联盟特殊材私资讯方面 正在经营中的有维持至10月14日的超级高级大师三大联盟 而后10月14日开始至21日才更新为超级联盟以及阳光杯超级联盟版 14日起两大赛事的规则和限制 超级联盟限CP500或以下方可参与 而阳光杯超级联盟限CP500或以下 只有一班火草地面系方可参与 禁用喷火龙 相关赛事先有评分最高的10大宝可梦 超级联盟上版的有恰莲母 小碎钻 大舌头 普通画暗影天蟹 坐骑三羊 雷吉斯奇乳 普通画暗影巨爪怪 以及暗影温乡勇士 阳光杯超级联盟上版的则有大笔鸟 矛头小鹰 普通画暗影天蟹 过动员 猫猫脚羊 比克提尼 普通画暗影暴雪王 以及天蟹王 接着进入第二部分 传说以及超级团单头目的更替情况方面 基本上本周内的传说和超级团单头目 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 无论是传说头目20大王 也或是超级头目超级跟轨 皆会待着 维持至10月20日 下周五才离开 这也就意味着 本周各位可以继续拼超实用 且首次开放闪光版本的20大王 以及浓超级跟轨的超级能量 两大头目的重点须知 有传说头目20大王 在PP的三大主赛式联盟中 均有着颇高的评分与地位 超级联盟 平分89.9排行28名 高级联盟 平分89.5排行26名 大时联盟 平分76.6排行92名 由于超级联盟限制CP15 故此推荐用于高级联盟微妙 最佳的三位数字是1 15 15 PVE可用作中等的二系输出手 或是下等的龙系输出手 同于时间回归的超级头目超级跟轨 前置心态跟轨 适合超级高级两大联盟 超级联盟平分80.8排行195名 高级联盟平分85排行88名 推荐用于高级联盟 最佳的三位数字是0 15 14 PVE中超级跟轨乃是不值不扣的 幽灵系秒三霸主 而死大王与超级跟轨的定位 和使用价值大概也就这些 有兴趣进一步了解额外资讯 如团战指南 入场券分配 或是入手顺序等资讯 可以点击右上角连接 以不查看相关影片 往下来到第三部分 周根聚家时刻与团战约会的 特色详情方面 话说本周的聚焦时刻 发生在10月10日 星期二当地时间暴晚6点 这7点间 活动期间 萌萌菇与野外大量出现 几率散光 额外两倍进化经验的 加码内容 文心提醒 萌萌菇乃是不可多得 有给予额外捕抓星辰的 宝可梦之一 寄出捕抓星辰500点 开启星碎片做加成后 可达750点 虽然到时候并没有 两倍捕抓星辰的加持 不过倒也不思维 舍月分钟 龙星成最棒的时间点了 此外 两倍进化经验的加码内容 则是可让囤到工具宝可梦的训练师 进化宝可梦来暴涨经验的好时机 别忘了可以开启星运弹 来进一步提升进化 获得的经验哟 同为周根变动的团战约会 落在10月11日 星期三 当地时间暴晚6点至7点间 活动时间段中 20大王的传说团战 将更加频繁的生成 想拼系IV又或是入手 全新闪光版本的 团战约会都会是不二的 最佳拼搏时机 继续说说第四部分 进行中或即将开跑的活动特色 与重点方面 首先 双树野外加倍出现的特殊装扮宝可梦 给予额外星辰以及各种主流战力的宝可梦等 特殊装扮宝可梦有侦探帽皮卡丘和戴帽子的呆呆兽 给予额外星辰的宝可梦有风铃铃 而可补充战力的宝可梦多部圣数 个人私推PVP或PVE都超使用的鲤鱼王 和平时较难入手的猎阵兵这两只 活动的额外全资讯我就不再次重复了 有兴趣了解更多的可以老规矩 接着来到10月12日星期四早上10点开始 维持至10月17日星期二晚上8点为止 会有丰收节的特色活动举行 活动最大的看点在于推出全新命令辅加族 分别可透过野外直接遭遇或完成期间新增的 田野调查来入手 当然除了迷你辅之外 丰收节活动期间野外加倍出现的宝可梦 依是不容忽视的存在 在众多的超使用加倍出现的宝可梦中 个人推荐重点入手花贝贝和三蜜蜂 推荐花贝贝的主要原因是基于其最终形态 花结夫人在PP高级和大四联盲的杰出表现 高级联盲平分86.9 排行54名 最佳IV 0 14 15 大十联盲平分89.7 排行17名 最佳IV越高越好 而三蜜蜂嘛 给予750点的基础捕抓星辰 哪有不入手的道理呢 以上就是丰收节活动较为重要的几点 继续一路前进 来到10月15热下午2点至傍晚5点时 还有10月份的搬运小将社群热 顾名思义 活动期间搬运小将不只会在野外大量生成 其闪光版本的出现率也会大幅提升 关于社群热的限定招式方面 社群热当天下午2点至晚上10点间 进化为最终形态修建老将 即可吸得限定特殊招式 狂舞挥打 入手限定特殊招式 狂舞挥打后的修建老将 除了可以弥补先前对战时缺失的灵活性 更可反克制自身弱点的超能力系 以及增加克制幽灵系的打击面 简单来说 拥有狂舞挥打的修建老将 与PVP三大主材式联盟中的表现 保底估计可从原本的中下水平 近身至中等甚至是中上水平 而在PVE的表现提升略显不足 依旧作为上等的格斗系输出手来使用居多 同时感谢观众帮忙补充 就是拥有狂舞挥打的修建老将 以后在攻塔时 不再需要担心吉利弹等 普通系后面有超能力系咯 关于小将士群热的额外重点 包括三倍捕捉新城的奖励奖码内容 绝对是个陷阱 若要开启新碎片的话 建议花在稍早前提及的 周二某蘑菇聚焦时刻上更香 以及同热 10月15日星期天 8月5点至10点间 举行搬运小将社群热后的加码团体战 至于丰收节活动 或搬运小将社群热相关的额外资讯 如野外全数受影响 宝可梦的定位和使用价值 各种有的梅德加成 以及社群热的具体注意事项等资讯 一样可以嘿嘿嘿 本周购物中的变动大概也就这些咯 最后有关地有部分 近期新收获的隐藏测试码 以及外界情报亮点等资讯方面 首先是隐藏测试码的部分 近期的模组更新中 除了以新者完成节活动的场景模组外 而外还看到了先前曾分享 有关主队游玩竞赛更多的新教学模组 透过模组显示可以进一步确定 新玩法确实能与其他玩家联动 并获得奖励 而且更透露了主队玩家在团战中 使用一般招式时可以获得队伍之力 进而去强化下一次释放特殊招式的威力 队伍之力的蓄能速度 因队员数量而异 越多队员蓄力就越快 由此可见 主队游玩竞赛的新功能还蛮多样化的 可惜目前获得的资讯都比较零碎 暂时无法分析较为全面的流程或操作 也许主队游玩竞赛只跟团战息息相关 又或是团战则是相关功能的 其中一项玩法而已 日后若有进一步的消息 再偶外更新给大家吧 接下来是众所期待的外泄资讯方面 截至目前为止 先前收获的外泄情报 除了暗影洛奇亚GG了之外 无论是侦探帽皮卡丘 逢收节开放迷你府 优惑班运小将社群乐等 均已被主意印证了其准确性 接下来要分享的情报 亦出自同一人之手 相信应该也有一定的可靠性存在 据透露 10月5日的万圣节活动期间 未确定第一步或第二步 将带来全新特殊装扮的跟轨 至于是什么造型呢 是否有机会是目前宝可梦中心官网上 正在出售的2023穿着厨师套装的跟轨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再来是亡灵节活动 相关活动通常烙在万圣节后的11月头举行 情报指出该活动将带来特殊装扮的卡拉卡拉 须知道去年亡灵节时推出的是花冠夜巡灵家族 而卡拉卡拉则是主打的宝可梦之一 所以今年轮到卡拉卡拉有特殊装扮 感觉也蛮合理的 亡灵节活动后 之前不是有提及过 11月5日的社群热会有乌波 并可能推出帕迪亚乌波吗 现如今新消息是补充到其限定招式 早王有水流尾 而土王则有超级脚级 接下来是截至目前都还未举行的时装周活动 预计落在11月某个时间点 据闻到时候的特色宝可梦有特殊装扮的迷你龙 具体造型与举办时间未明 不过迷你龙作为平民神宠 若能有特殊装扮 感觉其吸引力应该还蛮大的 最后来到11月尾会举行帕迪亚地区的回顾活动 活动期间全数的帕迪亚宝可梦都将复刻回归 目前所收获到的全新外泄情报 大概也就这些咯 另外再补充下 既然暗影洛奇亚并未在10月份登场 那么今生可以出现且几率较大的时间点 应该就只有11月中或月尾 作为冒险时光季 收尾的重点宝可梦出现咯 至此有关新一周的各种变动 与须知外些资讯 也就真是分享完毕啦 总体整理并分析下来 新一周确实是补充战力 以及浓星成的绝佳一周 各位除了可以持续享受 仍在竞争中的名侦探皮卡丘闪电回归至周一 晚上8点之余 周二可出席聚焦时刻拼闪光蘑菇 当然最重要的是补充蘑菇来浓星成 别忘了开几星碎片做配合 周三团战约会 不是为拼搏20大王的IV 或全新闪光版本的最佳时机 来到周四 风修节活动正式开跑 补充新登场的迷你斧开图鉴之余 也请别忘了根据自身所缺来补充战力和星成哟 尤其是PP表现优异的花贝贝 和给予额外捕抓星成的三蜜蜂 最后就是坐等周热的到来 去出席搬运小将的社群热 凭IV 凭闪光 浓糖果 补星成 以及最最最重要的进化入手限定特殊招式 狂舞回答啦 接下来复杀自制的本周变动重点形成立 以及微调更新后的外写情报一览图 有需要的请自行截图 好方便热后查看哟 好了 暂时就先分享到这 各位最期待本周哪项变动 对于新收获的银材测试码和外写情报有什么看法 欢迎下方留言 分享讨论 影片做言论 经过参考 并不能做一个标准 那么记得谢谢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